继续这题,它就说有一个城市建屋的,第一年就会建这个数目的O,这么多面积的O,然后每一年都会增加R%,但是又会再减这个数目。 然后,the total floor area of all public housing flats,at the end of third year,就是这个。 接着我们叫做A1,它就叫我们找第五位,尾的时候,那个total floor area,是多少? 我们做回第一年是九成十的六次康,这个数我们第二年的时候就会增加了R%,所以乘加R%,但是要减十四,三成十几五次。 OK?这个乘这个是数字,所以和这个做减数,OK? 那就等于8.7乘10的六次康。 另外,R%的%其实是1%的意思,所以9乘10的六次康再乘R%的话, 就会等于9乘10的四次康再乘R,这样就做好了A1。 好了,接着做A2部分,做A2部分的话,我们要找R,那我们要找R,就是我们要设定一个选择。 我们设定一个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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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们首先,左边也是,要设定一个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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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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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再把這個1.026乘10幾7次搬回來左邊 就會變成負極1.06乘10幾7次 然後等於0 然後設定了一個擴充方式 擴充方式 擴充方式 設定了擴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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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知道1加R6% 就會等於1.1 又或者是一個負數來的 那負數呢? 預測了 因為我們一直在增加供應量 就不會減少 1加R6%等於1.1 那R6%等於0.1 那就是R6%就是10 因為是10% 今天做到這個報告 好 到B部分 Express in terms of end the total goal of all public housing threats at the end of end year 第一年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 第一條式是這樣的 就是9乘10的6次 再乘1加R6%的1次方 然後減3乘10的5次 好了 第二年 at the end of second year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 或者是這個部分 但這一部分我們留意 這個 是減了過來的 本身它只有這個 那你就會看到什麼呢? 它是9乘10的6次方 1加R6%的2次方 然後呢 減3乘10的1次方 然後呢 減3乘10的5次方 然後呢 然後呢 減3乘10的5次方 這樣用戶 那就是說 即是說 因爲它是第二年底的一次方,第三年底的二次方,所以每一個都是少一次的 然後後面就一直如此類推下去,三乘十的五次方,就乘回一加R%的N次方 再少一次的,即是說這一次的時候,這裏是零次,這裏是二次,一次,零次,如此類推,這樣一邊退下去 這樣一邊減減減到最後就是三乘十的五次方 剛才我們做了R是10,或者1加R%是1.1,那我就用1.1來處理 9乘10的6次,再乘1.1的N次方 這裏我們用V做first term,我們反過來看,然後它的common ratio就是1加R%,即是1.1 那我們就可以寫作負,first term,a乘2,1.1,那由0次方 這裏不是減,N次方應該做少一點,應該是N-2 是的,由0次方去到N-2次方,總會有N-1的Term,所以N-1,然後-1,over1.1-1,OK 好了,所以就會等於9乘10的6次,乘以1.1的N-1次,減 好了,這裏呢,1.1-1就是0.1,除了之後就會上去,就變成10的6次方 然後這裡就是1.1的N-1,那將N-1的N-1,那將N-1的那些東西放在一起的話,就會做到6成10的6次,1.1的N-1,然後呢,負負得值就加3成10的6次方 好了,然後做B2了,那呢,at the end of which year,the total fall 會 first exist 4成10的7次,那我們把上面這個答案,B2 把上面這個答案,6成10的6次乘以1.1的N等一次,加3成10的6次,那要大過4成10的7次 好了,那調位了,所以呢,調位完結1.1的N-1次,就會大過31歐角 然後我們用Logical方式,那你就可以算到N就會大過20.086717,這樣 好了,那是什麼呢? 那是什麼呢? 那就是說, 就是,at the end of the 21st year,the area first exist 4成10的7次方 好的,然後呢,下一部分,那它估計 那它估計,that the total fall area of the property neede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是這樣的,那上面那個是供應,下面那個是需求 那呢,做了一些研究了,那第一年呢,那個需求是這麼多,第二年的需求是這麼多 好,那現在就說了,那現在就說了,它 based on the above assumption, the total fall area of all public housing flats will be greater 那就是,就是說供應呢,它問你,是不是有人就說,那個供應一定是會大過需求的 那這樣,你又不是阿貴啊,這樣 好,那我們處理一下, 先講啊,那個B和B分別是什麼 那我們把N仍然1,後N仍然1都放去這條式那裡 好,謠言, 好吧,A乘以1.21 的一次方,加B,就會等於1 ×10 的七次, A乘以1.21 的一次方,加B,就會地1.6 三 融十七次方 好了,所以我们减啊,B就会做到七成十的六次,而A就会做到三成十的六次over1.21,即是300over1.21乘十的六次,那方是Exact Value。 好了,接着我们要做些什么呢?接着我们尝试一下,如果A是多少的时候,这个供应才会大过那个需求呢? 那我们就做了,我们考虑这个,考虑6乘十的六次,乘以1.1的N乘一次,加3乘十的六次,要大过300over1.21乘十的六次,再乘以1.21的N次,加7乘十的六次。 好了,那1.21其实就是1.1的二次方,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去设计一下一条Cotracted Equation。 好了,那我们将所有东西调到左边,这样就负300over1.21乘十的六次,然后将1.21就变成1.1, n次,然后再外面,有个二次方。对了,n次,因为可以调转。 好,接着呢,我们将这个1.1的n减一次,就把它变成1.1n次方。 因为我想将1.1n次作为一个variable去做Cotracted Equation。 那么,6乘十的六次over-1,即是除1.1,然后就1.1的n次。 好了,接着Cotracted Equation做一个简化,就会变成4乘十的六次,要大过0。 好了,那我们做一个delta,如果我要大过0的时候delta, 就会等于什么呢?等于6乘十的六次,over1.1的二次方, 就是减4乘十的六次,然后再次负4乘十的六次。 好了,那么按下来,计算机一按,就是负9.91,735,5372乘十的十二次方。 那这个数字是小过0。 好了,那一条Cotracted Equation,那它是... Coreficion of x²是负数,然后delta是小过0。 那图是什么样呢? 那图就会是这样,见不到x熟。 所以呢,我们要求它大过0的话,那我们的solution是什么呢? 我们的solution是什么呢? 那所以呢,我们做了什么呢? 所以呢,-300 over121乘十的六次方, 再乘1.1n次乘的二次方,加6乘十的六次,over1.1, 然后乘1.1n次,再减4乘十。 这个,has low solution,没有solution的。 所以呢,the claim is agreedable, 再继续了。 谢谢大家